慶如年配角接受採訪,爆出驚喜消息,網友,雙倍快樂。 據號,2011年的一部公所心慾,不知是多少人的童年回憶,直至今日,那首愛的供養依舊會回蕩在我耳邊,同時也讓穿越題材電視劇成為主流。 在很多人心中,最成功或說最喜歡的穿越劇,應該都是慶如年這部作品吧,該劇改編自貓你的同名小說,擁有著龐大的圓珠粉群體。 經常關注影視圈的小伙伴們應該都知道,很多小說被影視化之後,都會受到部分圓珠粉的攻擊。 慶如年也不例外,但慶如年卻用實力證明了自己,播出後就連編珠粉也開始追劇模式。 劇情緊湊疑點重重,主角兩眼的光環更讓觀眾無法自拔,不禁直呼過癮,一部作品整整46集,但大多數劇迷都表示沒看救。 而且在慶如年的結尾處,還給大家留下了很大的懸念,主角最後被本為正派角色的賢兵雲一劍刺傷,生死未卜。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,觀眾們都是異常的期待,沒有結尾的故事,顯然不是觀眾們想要的。 雖然曾經也有過很多關於慶如年續集的消息,但大多數都不真實。 在慶如年當中,除了男女主和國旗倫送日者弟之外,還有一個人引起了劇迷們的注意,那就是由演員吳剛飾演的陳平平,因為造型和戲則與名字形成了鮮明對比,所以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 長達近兩年的漫長等待後,吳剛終於在採訪當中為我們帶來驚喜,劇迷們在看到這則消息之後也是驚喜的表示,雙倍快樂。那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吧。 近日的一次採訪當中,記者們根據劇迷的需求,再次向吳剛提問關於慶如年續集的進度問題。 吳剛稱,慶如年而應該今年底或明年初開機,兩季一起拍。不止劇迷期待,我自己也挺期待。 前幾天還和約魂說,我們得再吹吹編劇王拳,加入吹更團。 約魂是特別好的演員,很勤奮,有自己的想法,跟他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經歷。 又相引號。 簡短的一直說,不僅透露了第二部的拍攝時間,還告知大家慶如年三也會和第二部一起拍攝,這樣的消息無疑是讓粉絲們十分歡喜的。 其實早在2021年11月5日的時候,網上就發布了準確消息,慶如年二三同時備案,每季三十集。 相信有不少觀眾都很希望,在二三季當中,《超戰》的氣氛能更多一些,而這一點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。 畢竟《超戰》早就不再是曾經的那個清潔少年,演技方面早就是甘非識比。 也有一部分網友猜測,《超戰》不會再繼續拍攝慶如連續集。 因為《超戰》如今的熱度太高,不管從價位還是片酬方面考慮,再想讓他去飾演一個小配角,都不太現實。 就算《超戰》本人願意,也要看他的當其能不能排開。 畢竟《如今的超戰》可謂是隻手可熱,想要邀請《超戰》進入劇組的導演絕對不再少數。 但不管是哪一種,都只是網友猜測,真實情況還是要等官方給出準確訊息。 現在我們要做的,就是耐心等待,在自己能力範圍內,為這部自己喜愛的影視劇做一做宣傳。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了,我們明天再見吧,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歡我的話,可以點個關注再走,我每天都會更新的我。 聲明,內容文字原創,未經授權不得轉載,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,如有侵權請聯繫告知刪除,謝謝。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,快來關注快遇廣播站。